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您好 我是马朗玉飞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项目开发工具GAP 首先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工具呢叫个GAP 这个呢是我们GAP的一个中文的官网 那么从这个官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 它是一个用自动化构建工具去增强你工作流程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么下面呢还有一句话 GAP呢将开发流程中让人痛苦或耗时的任务自动化 错 GAP呢是将你的这个任务呢进行自动化 并且呢可以呢减少你所浪费的时间 然后呢让你更多的可以呢把这个时间呢放在什么地方呢 放在你这个项目的开发上 而不是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去整理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关于这个入门的指南和API文档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所有的流程 大家都可以呢在这个API文档 包括这个入门指南上呢去找到 但是这个GAP呢它也在不停的更新啊 所以呢有可能大家以后在工作的时候呢 你这个GAP呢它就直接更新到这个新的版本了 但没关系啊如果大家更新到新的版本以后呢 根据官方的文档把这个语法去改掉就OK了 好那么GAP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自动化流布置工具 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呢通过一张图呢去知道它的一个功能 就你比如说假如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 你这个代码呢写的是左边这样乱七八糟的 但是咱们的GAP呢它呢可以呢将你的项目呢整理成右边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呢把你的这个主要的开发精英呢 集中在你这个代码到底应该怎么写上 这个代码整理的工作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零碎的工作呢 都可以交给GAP 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呢就是 你用了GAP之后就相当于给你的项目请了一个保姆 那么它会自动把你的这个项目呢打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 那么在使用GAP之前呢我们首先得考虑这个GAP的安装过程 那么这个GAP它是基于node.js下面的一个开发的模块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去使用GAP的话 你先得去将这个node.js呢给它安装下来 那么关于这个node.js呢大家可以怎么去下载呢 好第一步我们呢先应该去下载和这个安装node.js 那么这个下载和安装node.js的部分呢 我可以呢直接通过这个摆动的去搜索这个node.js 大家就可以呢直接搜索咱们node.js的中文网 点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你点到下载 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载你操作系统所支持的这个安装版本 那么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们会在本地呢去得到一个node.js的安装包 直接双击然后呢一路下锅把它安装到你电脑上就可以了 安装到你电脑上之后呢 你的这个node.js可以怎么去启动呢 好我先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node.js下载的路径给它贴上 第二部分呢我们可以呢去启动这个node.js 好启动node.js呢它的步骤呢是我们可以呢在你的windows电脑上 好我先说windows电脑啊 在你windows电脑上呢去启动的时候呢 你先得找到你的windows键 也就是开始键点击开始键之后呢你可以呢在你的开始键的 DOS界面也就是咱们windows的控制台界面啊 那么如果大家是苹果本的话 我们直接点开你电脑上的终端啊 然后呢这个终端就是我们可以去打开node.js的部分啊 当然我这个地方呢因为在进行开发的时候呢去安装了一些别的东西啊 所以呢我现在呢需要去切换一下我们node.js版本的切换到跟大家下载这个版本的差不多的部分啊 我可以呢切换了这个10.14.1 那最后我去通过node.v就可以呢直接查看我当前node.js的版本 好也就是说呢你打开这个界面之后 我们可以呢直接在这个node.js上面去输入一个叫做node.v的一个命令去查看你当前安装的node.js的版本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注意咱们以后呢还会去使用这个node.js 那么作为一个程序员呢我们可能呢需要在你的电脑上的安装多个版本的node.js呢去进行调试代码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叫做nvm 这个nvm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多讲 咱们后面的话会有时间呢去给大家单独去讲一些关于node.js的一个课 这个nvm呢大家呢可以呢自行去然后呢查阅 然后呢你要有兴趣的话自行去进行安装 但是呢如果你不安装的话基本上也不影响咱们今天的课程 这是一个拓展支持 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好那么第三个部分 咱们安装完这个node.js之后 这个node.js呢会有一个跟它一起安装的部分叫做npm 这个npm呢是用来管理什么呢是用来管理我们第三方班的一个班管理器 那么大家呢可以呢在这个地方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理解成 假如你电脑上呢想要去管理软件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360管家或者是一个金山的一个管家去管理你电脑上安装的程序 那这个npm就相当于是管理你电脑上 node.js下的一些软件的一个包管理器 但是这个包管理器呢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npm它的下载源 是国外的这个网站 那么首先呢这个国外的网站呢 已经被咱们国内的防网墙给它强调 所以我们在下载的时候呢有可能会中断 那么就算你能够连接成功这个网站呢 它也有可能下一半呢 下的速度会变得特别的慢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呢 所以为了保证咱们下载的过程中呢 能够保证流畅呢 咱们就不使用这个npm的这个包管理器了 如果我们要去下载东西的话 我们的淘宝呢给了大家一个淘宝的镜像 这个淘宝的镜像呢 它会定期的去在咱们npm的这个官网上呢 去进行cover 那基本上npm有的这个包呢 在咱们cnpm 也就是我们淘宝的这个镜像上呢 它都有过 但是呢你要用这个淘宝的镜像的话 你先得去安装淘宝镜像 那淘宝镜像的安装的流程呢 是大家找到这个淘宝的网站以后 我们的需要呢去复制一段话 然后在你控制台里面敲回车去安装cpm 好具体怎么去安装呢 先到这个网站 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拉到最下面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一行代码 这行代码是这个代码 直接从这个npm开始把它给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呢 把这条代码呢 切在我们当前这个电脑上 然后呢敲回车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就不再进行安装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开始安装了 我这个地方已经安装过 好 所以我就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可以呢在这儿呢 去通过一个叫做cpm-v的命令 然后去查看我当前安装的cpm的版本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安装的这个cpm是6.1.0版的 那么说明咱们这个淘宝镜像员呢 就已经安装好了 那接下来 咱们这个淘宝镜像安装好以后 后续所有的操作 我们都要通过npm开头去进行下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过npm去下载这个 一些数据的时候 它是直接从咱们 国内淘宝员的服务器上去进行下载数据的 好 这呢是我们在进行GAP安装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那这些准备工作搞定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安装GAP到本地 好 那么刚刚咱们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的node.js下面的npm也好 还是cpm也好 它都是第三方的包管理器 那么其中咱们的这个GAP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包 这个GAP可以去实现我们当前项目的自动化流布局的整套流程 那么我们就需要借助于这个所谓的CPM这个工具呢 去将我们的这个GAP安装到本地 那么将GAP安装到本地呢 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先得在全局安装GAP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书写命令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需要大家去注意啊 就是Windows电脑呢 不用去注意这个细节 但是我们的苹果电脑它得注意这个细节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电脑呢 它的这个权限要求比较高 所以它每次在下载数据的时候呢 它都需要去获取它的中级权限 所以呢 接下来只要是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的每一条命令前面都必须加一个单词 叫做速度 速度的意思就是终极权限的意思 跟权限的意思 然后呢 加完速度之后 你可能需要呢 是输入密码吧 如果是最新版的这个苹果电脑的同学呢 应该是需要去识别一下你的指纹的 因为你这个电脑的话 它应该是带指纹的一个状态 好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全局安装GAD 应该怎么去全局安装呢 CMPM 然后呢 Install GAD G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给大家试验一下 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我是苹果电脑 所以我在下载的时候呢 我在这儿呢 要通过一个叫做速度CMPM Install GAD 杠金 去进行下载 好 那么它呢 提示我输入密码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 稍等片刻 好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呢 它把这个GAD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可以呢 在这方呢 通过一个叫做 GAD 杠V的 这么一命令的去 输出我当前安装的GAD 的版本号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我GAD已经在全局安装好了 它的版本号是2.2.0版本 好 这个呢 是查看 安装的 GAD版本 好 那这一步搞定以后啊 注意 我们只是在当前电脑上安装的GAD 那么如果你想要在你的某一个项目里面去使用GAD的话 这地方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 我们需要在当前的页面下 我们先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它叫做GADEMO 创建好之后呢 我们回到当前这个页面来 首先通过CD 将这个文件夹呢 给它拖进了 然后它敲回车 它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文件夹 好 进到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大家呢 还得注意一些命令啊 就是第一步 好 我们先应该呢 进入到你想开发项目的这个目录 但是呢 你在进入你开发项目的这个目录的时候呢 你需要注意一个点啊 就是咱们的Windows呢 电脑呢 大部分都是要分磁盘的 所以呢 如果你 仔细去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你这个DOS界面前面的默认是C盘 如果你要从C盘切到别的盘段 你应该第一步先去切换盘幅 那么应该先去切换盘幅 这个切换盘幅的动作呢 是一个叫做D冒号 然后在后面加一个回车 D冒号回车 它就可以切到D盘 E冒号 它就可以切到E盘 然后呢 当你切到这个盘幅以后 再像我刚刚的这个操作一样 直接在这儿通过CD 空格 然后呢 将你在这个盘下这个目录给它拖进来 敲回车 它就可以呢 直接去加载到这个目录 切换盘幅以后 大家就可以呢 直接通过CD空格 然后呢 后面跟你这个目录的路径 你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目录了 那么进到这个目录之后呢 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有可能你这个上面的代码太多之后呢 你呢 看不清楚 那么我可以进行清评 清评的这个命令呢 也不太一样 就是你想把当前民工的进行清评 咱们的Windows用的这个命令呢 是一个叫做CLS的命令 但是咱们的这个 苹果电脑 或者是Minux电脑 它用的命令是Clear 但是这个命令呢 大家可以呢 自己去在网上去进行查阅 这些命令在网上的有很多 你随便查一下你就知道 那么清完之后呢 接下来 我光把这个Gab安装到本地是没用的 接下来我得进到第七步 干什么呢 我要在当前这个项目里面去安装Gab 好 怎么安装呢 你要把这个Gab安装在本地 这个安装过程是CNPM Install Gab 好 -server-dv 但是在安装之前呢 你还得先做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 你得初始化当前项目 好 然后呢 下一步才是这个安装项目到本地 安装Gab到本地 初始化当前项目呢 用的一个命令叫做CNPMInit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应该仔细做 首先在我当前这个目录呢 我们直接在这儿出一个叫做CNPMInit的一个命令 当然了 因为我是苹果本 所以我前面要加速度 好 然后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地方它要求大家输什么 这个命令是要求大家输什么呢 输你当前这个项目它的名字 那么如果你不想去改变它的名字的话 你就直接用它后面这个默认值就行 敲回车就是用后面这个默认值 敲回车 第二个呢 是设置你当前这个项目它的版本号 它默认是从1.0.0版本开始 第三个是 你当前项目的描述 你可以在这一方的去写一些关于你当前项目的描述信息 下一个是它的入口文件 这个不用去设置 再下一个是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呢 它涉及什么呢 涉及你这个项目的在网上在进行查找的时候 它可以被哪些关键字所查找到 那你比如说 你是一个前段的项目 你可以在这写HMRCSS和JS 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关于电商的网站 你比如说 你可以在这写一个电商的什么关键字等等吧 在这儿敲回车 最后下面这一项是 你这个项目需不需要连接到一个GateHub的仓库去 这个先不用去设 咱们后面可以去改 再往下关键字 再往下作者 你可以把这个作者给它写上 再往下 协议也不用改 直接敲回车就OK 那最后呢 它会生成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呢 问你 是不是要设置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的话 你就直接敲回一段 默认是yes 直接OK就OK了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会发现呢 我们打开这个界面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叫做PicH的 Json这么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里面呢 存放着什么呢 存放着你当前项目配置的所有的信息 好 也就是说 刚刚这个初始化的做 初始化的这个功能 它最终生成了一个叫做 PicH engine Json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专门用来去 存放你当前项目的一些配置信息 后面大家就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然后呢 我们点到这个PicH engine Json 刚刚我设置的这些参数呢 在这方你就都能够看得到 然后呢 这个测试命令呢 刚刚说错了 这个测试命令不是关键字 你把这个地方给它删掉 咱们不需要这个测试命令 直接把它删掉 好 这个地方都不用设 直接设在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后期的想要去修改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文件上去将你之前设置的一些文件的去进行修改 就OK了 好 那么这个部分搞定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当前项目的本地区安装一个GAP 安装的命令叫做 cpm install.gap 刚刚server 刚刚DV 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刚刚server 它的意思是将这个文件安装到当前文件夹 也就是本地 好 这个刚DV 它的意思是将这个安装GAP的信息 然后呢 保存在我们的PicH engine叫Json 好 那么从这个地方咱们也能够知道 这个PicH engine的Json 它确实是用来记录我们当前这个项目 它的一些配置进行的 那最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命令输出一下 cnpm install.gap 刚刚server 刚DV 消费车 等待它安装完毕就OK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 安装完毕之后呢 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首先切到这个PicH engine.json里面 那么大家会发现呢 我们安装下这个GAP的它的版本号是4.0.2版本 但这个4.0.2呢 它违背我们使用这个版本的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我们最新的版本不用 那么当前它的这个版本是4.0.2 说明它这个版本的刚出没多久 而且呢 它相对于我们4.0之前的版本 它语法已经换掉了 所以呢 为了保证咱们GAP在后面运行的正常呢 咱们要把这个GAP版本给它去掉 去的时候怎么去 首先你可以先把这个GAP给它删 删了之后 这个地方呢 它要求我输入这个用户权限 删了之后呢 注意 你除了在我们的PicH engine.json里面 有配置我们的GAP下载信息以外 大家会发现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叫做NodeModels的证明文件 这是我刚刚下载GAP它所依赖的一些文件 那么你需要把这个文件呢 也给它删掉 好 删完之后呢 现在呢我们要重新下载 下载的时候注意 你把这个命令呢 后面呢给它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at 3.9.1 它上一个版本的最新版本是3.9.1 这个命令它的意思就是 我要在当前没落下去下载一个叫做 3.9.1版本的GAP在本地 当然呢大家会发现这个命令呢 它过于长啊 这个命令它实际上是可以进行简化 怎么简化呢 我们可以呢把这个install的改成in 可以把后面这个-0 就是刚低位呢直接改变到-大D 好 所以最后咱们第二次去输入这个命令去进行下载的时候 这个命令应该等于速度CMPM I got at 3.9.1 高大D 等待它安装完毕就OK了 好 这样的话咱们来看一下 在当前这个文件夹下呢 我们又多了一个叫做NodeModels的一个依赖的包 这里面呢 拥有我们下载的所有的文件 然后呢在我们PakeEdge.json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下载这个GAP的版本是3.9.1版本 我们基本上的这个GAP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全部准备好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马龙玉飞